读者我个人是,我还是推荐假如你25岁到35岁之间的同学可以去多读一下读者 读者是一个很有趣的产品 他是从这个美国的读者文在抄袭过来的 但是在他的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呢 他现在形成了自己很独到的一个特色 就是我正常现在一年,一年可能有时间的话 一年的时候我至少会接触一期的读者 买一期的读者来看看 然后看看这个很老牌的刊物会有什么变化 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大概也了解了就是说 其实读者编辑人,那些编辑啊 是对于中国人性,是由中国人啊 就是什么样的人是有了解的 他们每一期显花的大量的这种散文啊 水笔啊,名家名作啊 他们都是基于这个时代 这个时候对于全体中国民的国民性的一个考察之后呢 然后呢,显拔了一些作品推荐给大家看的 所以呢,他假如说我一年看了一期的这个读者 那么我可以基本上对于一整年啊 这个中国的读者群啊 是什么样一个读者群 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知道吧 所以呢,这读者的杂志是一个很成功的杂志啊 然后呢,他对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啊 对于各种各方面啊 他也是比较 比较审慎的啊 比较审慎的 然后呢,在大量的编辑的争嫌过程中呢 他们有意无意的啊 把一些符合我们目前中国价值观的东西啊 提供给了多数的读者啊 然后让我们跟这个整个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啊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读者是一个完全没有锋芒的一个杂志啊 但实际上不是啊 它是一个非常成功非常成功的杂志 我们,我作为出版人啊 然后这么多年啊,我见过这个各种业内的各种风风雨雨啊 然后呢,看过很多的杂志的兴起和衰弱 然后呢,他们曾经如何的受到读者的放映 最终又被市场抛弃 但是在这么二十几年来 甚至是二十多年来吧 读者呢,一直呢 保持着跟全体的中国人民啊 就同一个步伐 他不会太显眼 他也不会很装逼 他也很朴素知道吧 然后默默的啊 一直就就像就像你身边擦肩而过路人 然后呢,他自有一套很温文的 很没有锋芒的价值观 然后呢,慢慢的就交给你了 然后呢,我觉得读者一般来讲 我个人觉得多读读者啊 是对一个人很健康的行为 我个人认为它是很健康的行为 你要多读读者的话呢 你就会被他提倡的这种宽容啊 多延的概念啊 所包容 我生平中呢 基本上所有的 比较正面的一些思想呢 基本上都能够在读者的 这份杂志上找到啊 像很偏激的啊 像整天就是脑残脑残的啊 去抨击这个 抨击那个读者杂志 基本上是不提倡的啊 所以我一般来讲 我个人比较喜欢看这个读者 要是有些同学比较高端一点的呢 可以去看 再去看那个读书之类的杂志啊 还有一些 我们国内现在不知道读书 这个杂志还在不在啊 还有一个叫读书的杂志 现在不知道在不在了啊 以前我们就 我经常看的就这两个杂志 读者四块钱一本好便宜了吧 一包烟现在都要十几块钱 你这个读者一 读者现在 不只是四块钱一本了吧 反正我买书的时候 很少看价钱 就这样